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Jessica 以下內容 取才智時政評論員周曉暉發表於大紀元新聞網文章 5月16日 俄羅斯總統普京抵達北京 中共黨魁習近平予以高規格接待 不出意外 中俄雙方簽署了一系列合作協議 並發表聯合聲明繼續加強中俄合作無上限 但表面的圈囂就無法掩蓋潛藏的問題 其中一個問題與11月美國大選結果有關 幾個月後的美國大選結果 不僅牽動著億萬美國人的心 也牽動著歐洲、中俄、以至世界各國政府的心 對於中俄而言 大選結果尤為重要 例如現在呼聲很高的特朗普 如果再次當選 其對中俄將採取怎樣的政策 我猜戰爭會否持續下去 中俄的友誼小船還會不會平穩呢? 此前 普京曾明確表示 和特朗普相比 他更希望拜登能夠連任美國總統 這些顯然說的是反話 因為不論是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 還是在現在 特朗普似乎對俄羅斯 並沒有好視心對中共這樣這麼不友好 而是採取更強硬的拉攏政策 在特朗普任總統期間的2020年9月5日 特朗普在虛假的通俄門真相大白後 於白宮例行新聞發布會上 講了一段內人尋味的話 表達了餘下三個意思 1.我們美國和很多國家 在很多問題上密切合作 我們對俄羅斯採取的行動 比任何國家都強硬 普京總統現在可以告訴你們這一點 但儘管如此 我和俄羅斯相處融洽 2.我和全世界所有國家都相處融洽 除了中國以外 這些是我的選擇 因為他們造成病毒帶流行 令我好不滿 完完全全感不滿 他們對美國、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所作所為 實在太糟糕了 3.再次強調和普京總統相處融洽 這段話的重點是特朗普一方面刻意強調和俄羅斯和普京關係融洽 罕見的直面和普京的關係 另一方面暗示因為疫情問題和北京和習近平關係並不融洽 這次是繼其當年8月11日在涉獸採訪時 曾表示過在瘟疫帶流行後 他對習近平的看法已經改變 並且在一段時間都沒有和習近平通話後 再一次表態和習近平的友誼 曾保持得非常好的關係 已經一去不復反了 以至特朗普就任後 普京一直希望改善俄美的關係 2019年12月俄外長出訪美國 並在隨後的記者會上 拉夫羅夫暗示和美國搞好關係 符合俄羅斯的利益 包括政治和經濟利益 拉夫羅夫還突然點出 中共的軍備數據和美俄兩國相比有巨大差距 中共無論是在武器數量還是在核武庫的結構上 和俄羅斯美國都不是一個等兩級玩家 言外的警告之意大家都明白 另外俄羅斯還同意美國提出的 被中共參加軍控談判的撤上 2020年3月至4月 特朗普和普京在一個月內多次友好互動 例如互相通報了 各自國家在抗擊疫情方面所採取的措施 和加強兩國協作的問題等 4月25日 特朗普和普京還聯合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 聲明之中稱要拋棄分歧 建立信任並進行合作以追求更大的事業 在特朗普政府指出 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威脅 並全面採取反制措施 同時打造世界反共同盟之後 特朗普對俄政策顯然依再阻止俄中結盟 避免在重大問題上滯爪美國 當時普京為改善俄美關係開始有意保持 與北京的距離和戒心 例如在美中貿易戰時期 俄總統發言人在習近平訪俄之前表示 這些不是我們的戰爭 對於北京反美的言論和舉措 亦是執密居多 偶爾只是出於面子 不痛不養地表示一下支持 或是委婉拒絕 至於中共高推調出的一帶一路 莫斯科就給足面 但就很少見有行動 由此可見 特朗普在中俄哪個最大的威脅上 是將目標鎖定在中共身上 並因此採取分化俄中策略 2020年11月14日 美國國務院推特轉發了國務卿蓬佩奧的一段演講影片 將中共政權和伊朗恐怖主義並列 其潛台詞就是美國早已將中共視為恐怖政權 並且遠比伊朗還要邪惡的政權 17日 美國國務院發表了中國挑戰的各方面報告 報告分為餘下幾個部分 中共構成的挑戰 中共的行為 中共行為思想根源 中共的脆弱性 以及美國如何確保自由 報告表明美國朝野 已經在全方位準備應對中共的挑戰 在特朗普因為美國大選選票造假而落選後 拜登政府採取的對外政策 在莫斯科再次將目光轉向北京 尤其是在2022年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遭到西方強烈制裁後 中共就成為了俄羅斯政治、經濟、外交、高科技、 軍事等多方面的重要盟友 近期 拜登政府在外交警告中共 不要再支持俄羅斯 沒有效果之後 制出了一系列制裁措施 中南海甚為頭痛 但竟然選擇支持俄羅斯 普京則再次連任總統後迅速講往北京 應該是共商應對美歐制裁之際 代表中俄關係再上升高度 但誰能夠保證 如果11月特朗普再次當選後 中俄關係不會發生變化呢? 首先 特朗普隨便身邊還要目瞭 並不會改變 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威脅的認知 特朗普在拜登政府剛剛對中共 新能源汽車等大幅度提高關稅後 就表示拜登政府還必須對其他汽車 以及更多的中國產品徵收關稅 因為中國正在吃我們的午餐 這些就預示著其當選後 特朗普仍然依舊會保持對中共在貿易等方面的強硬政策 其次就是俄烏戰爭 特朗普一再稱 他如果當選 就可以在一天之內結束俄烏戰爭 他會用什麼辦法呢? 剛剛與特朗普舉行過會議的匈牙利總理歐巴爾表示 一旦特朗普再次當選 他會不向烏克蘭提供任何資金 這樣將會加快俄烏戰爭的結束 這也說明了普京為什麼更期待特朗普當選 不過QK的是 在特朗普競選團隊於兩人見面後發表的聲明中 就只是說特朗普和歐巴爾 就保護邊境安排等雙邊關係問題進行了討論 並未提及烏克蘭問題 因此特朗普想結束俄烏戰爭 恐怕也不是不向烏克蘭提供資金那麼簡單 美國駐烏克蘭前大使 嚴任大西洋理事會歐亞中心總裁的 赫伯特斯就認為 一旦特朗普當選 或者會令俄羅斯人非常失望 成於談判並採取經濟手段達到政治目的的特朗普 連任後究竟如何解決俄烏戰爭 尤其是將如何儲綁打擊俄羅斯、伊朗、哈馬斯的關鍵支持者中共 分化中俄關係 很令人期待 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特朗普當選 在他第二個任期內 中美關係就會更惡化 甚至全方位脫鉤 中共也將繼續遭到來自華盛頓的更多打擊 在經濟和技術方面遭到更多的壓制 而從來都不是堅不可吹的中俄關係 又將會出現什麼變化呢? 本次新視覺聽新聞就來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語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